这部忙赛季出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介绍不宜的工作室吧 看看都有哪些流码神蛇 哎 现上狠的 工作室首席打手进来跟我对质 他没说话我带大家看看数据 SS18赛季同学7200百亿 只要他分级30k次数据高达15% 咱们之间 比赛开始 首席打手说最近两天没怎么打游戏 就换成了更有拉扯空间的见面试试图 P绳这个图比较大 我们直接往前拉 拉到经典的都没听见脚步说明对面在掐雷 假装开门往前冲给他制造一点心理压力 顺便把他这颗雷给骗出来 雷的耳鸣身家这个距离他听不见我的恰雷声的 很聪明对面拿火封我路了并且跳出来了 开门假装进攻给他来个反弹雷 小窗口对我们不利直接拿火赶他走 但凡凡点就得被我烧 很好 烧到了 要的就这个节奏 都打中联签 啊 这么自信 行 非常秀 不愧是工作室唯一的首席打手 第二回合 假雷配要缓帽布 直接听他在干嘛 恰火了 这个距离赶紧跑 怎么没脚步了 不会上坊顶的吧 好像还真上坊顶了 这脚步跳下来了 有点摸不清 咱们得不断的换位置避免被炸 就在一楼门口拿火封住他的退路 这个位置小心被修脚不要急 封住了 他不上楼的话咱们可以慢慢消耗他跳出来了 别着急 左手里咱们先跑 闪光那么他的身会逼出来 这个闪他只能往我们左边躲 不然就要被白 OK 比分拉平 这回他学聪明了 在前面厨房楼中门等我 我要扔雷就得先靠近他 他手里肯定是一直掐着雷的 我们双方都不敢他靠近 我的打法一直都比较激进 咱们封烟挡住他的视野往前拉一点 找找机会看这个雷能不能给他抬走 啊 有烟挡着都能给我炸了 我这还不断的在换位置 直接听他脚步进房间了 咱们扔个火救车避免被炸 没烧着停脚步他不动了 扔个烟吓不吓不吓不他 他应该掐雷了咱们往后撤 其实也不用撤 他在中间他这个雷炸不到我的 哇去 这怎么炸到我的 隔着钱还能给我炸啊 这小顺报掐的也太准了吧 这手机打手的数据毕竟摆在那的 在单排能达到他这个数据的选手里面见过几个 没看清的可以上开头再看看他的数据 这种数据的选手在单排真的是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再这样打下去 估计我要倒下了 这个地形正面进攻太容易吃雷了 咱们从侧面进攻 毛认真的就先不写说了 给你们来手有压迫感的音乐 这种东西还没关系 这种东西还没关系 好 哇去这么太帅了 怎么样你们都看出我多少细节了 连续拿到四分我就有点飘了 手放掐着个雷冲对面家里去了 好好好这颗雷还不小心炸到自己了 听对面的脚步肯定知道我炸到自己了 这压迫赶一下就上来了 要过来了想拿火封路 他掐了个火 别着急他那个位置我们封了火弄不到的 还想给我拿底给我漏 完了我的火怎么散了 他这么非常果断 烧到我了直接顶我脸上来 最后一个回合了不能再让了 听脚步上好像压到近点了 先生在左边卡四脚来个人烧瓶 反应很快跑回去了 这么往前压打出我们的压迫杆 哇许他啥事翻进来了 拿一瓶签 他没血了给他加入这个角落 别让他跑了 OK6比4成功拿下 最后你们觉得这位首席打手 狼小轩实力怎么样 还好前面有一波侥幸拿下了 不能跟他打平了 这还是这两天他没打游戏 所以可以看见我的签法 是要比他稍微硬一点的 现在预约下赛季战神的老板 故意可以开一张见面卡 可以由老板来自检工作室的打手 包括我 想要上赛神的都可以看看我主页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